重镜科技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未来,重镜将继续秉承专业、创新、责任的企业理念 微纳米气泡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微纳米气泡技术支持与应用方案 今日分享一下微纳米气泡在助农增收 水稻的促生长性状 一直是作物生产的关键技术创新领域 作为生育周期对水依赖性强的作物 水环境对于水稻的生长及产量影响巨大 以幼苗期为例,稻种需要进种萌发 初期幼苗的根筋生长分化亦需要在水环境中完成 水体含氧量、营养元素成分等因素 对根系的呼吸、发育、养分吸收至关重要 并影响水面上部植株的氧化还原活性 能量积累及分裂发育等 自然环境中,水体通过瀑布、河岸撞击物理等事件 吸纳融入大小不一的气态气泡 多以大直径的气泡颗粒存在 与水体接触比表面积小 自身快速上升存留时间短 因此溶氧能力不佳 气泡力径越小,溶氧力越强 微纳米气泡技术 就是在水体中生成尺寸大小在微米、纳米级的气泡 由于其特殊的力竞级别 微纳米气泡不受空气在水中溶解度的影响 不受温度、压力等外部条件限制 使水体中氧气含量显著增加乃至达到普通水溶液中氧溶解度的数倍 采用ZGC-NM微纳米气泡对水稻种子的催芽 即采用微纳米气泡水对水稻种子进行浸泡 浸泡完成后排除微纳米气泡水进行静止发芽 得到发芽的水稻种子 微纳米气泡对水稻幼苗促生长 即在发芽的水稻种子培育过程中 采用微纳米气泡发生设备 对发芽的水稻种子培育所用的水稻培养液 按照一定的频率和循环次数进行微纳米气泡处理 农业中通过在灌溉水中加纳米气泡 直接向作物根系输养来实现根预气体环境的优化 促进作物生长 从而实现农作物增产增收 同时又是一项节水 节能与利于环保的新型高效灌溉技术 高溶解氧改善土壤缺氧状态 促进根和微生物的活性 促进生长改善根系分布 扩大根系体积 增强根系活力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土壤改良土壤消毒 促进肥料吸收 有机制的分解机养分利用 作物增产促进作物生长 提高产量和品质 缩短出货周期 土壤及重复使用的机制轮作时 一代病菌 传病 使用纳米气泡发生装置 产生大量强氧化物质 对土壤机制进行消毒 这种消毒方法灭菌完全 广浦 无残留 绿色环保